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 反腐败就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重大判断 新时代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 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刚才讲的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的553名中管干部当中 韩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49人 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12人 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2人 十九届中央纪委委员6人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共立案审查调查严重违纪违法的各级一把手 20.7万多人 我们党依靠制度优势 法治优势 以恶逐应需斩万干的坚定意志 书写了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反腐败斗争十年磨一剑 一刻不停歇 我们党坚持有辅必反 有贪必诉 兑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十八大后提出的 无论什么人 无论其职务多高 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 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述 绝不是一句空话的承诺